我的美食向导由国民牌酒老村长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上汽高阶智能纯电品牌非凡汽车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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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温州 三十年前我就来过 这边都是食果了 薰鹅 薄荷 这一片还是老洋子 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 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尴尬了 没开门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 我们约了见个面 这个镇叫什么 冰阳镇 这留下来不多了 就到这里 还有门头 张宅尚武房大员 真漂亮 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 这个差不多两百 这个盐瓦嘛 祖上曾经富过 在中国餐饮界 张勇是个如雷灌耳的名字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 大家还是很接近的 都是喜欢吃海鲜 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 但我们的可能就是喜欢浓些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 平时非常忙 勇哥 我刚才算了算 我认识你15年了 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 祖籍是温州 是日安人 对啊 我是出生在台州领海 然后呢 我爷爷呢 就是瑞安人 我爸农校毕业呢 就下放到领海 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 安家就安在领海了 小心小心 这确实是威房了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 大概09年 10年 我爸走之前 说去寻个俗谱 那我就陪他过来 勇哥 你站在这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 就是我们住在这里 当时什么心情 不是是没什么感受 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 这个心愿 但你说他走了之后 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 对我来说 温州的味道 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 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 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说起瑞安味道 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裸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 白糖铺底 糖分子受热分解 不但给了上色 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盐胸味 这还有一个通过熏了之后 把它油脂比较 没那么油腻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它这个肉就不彩 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也是去过定身房的 去吃吧 经常散步 除了熏鹅 张勇还请我吃了 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都是凉菜嘛 基本上在温州的 好吃好吃 酒席里面凉菜 就让你吃个八分宝 当然 瑞安味道 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 大船上的 没有小海鲜 所以买小海鲜呢 一定要到小市场 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这个海鲜市场 挨着东山渔船码头 主要做批发业务 针对散客的零售 要到下午三点钟以后 温州紧邻东海 可以说这里的人 是海鲜味大的 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 爸爸的味道 太壮观了 拿着个铁钩子 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他告诉我 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这个免疫大 这个就是说 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 整条卖也可以 打条卖也可以 都一样的大 把它包定捡鱼 据说免疫交易量 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 有趣的是 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 要精细分解 其实免疫在东南沿海 都挺常见的 肉质平平 为什么温州人 偏偏喜欢它呢 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 看看 咱们从那边走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 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面鱼肉 加淀粉反复吹打 直到两者合二为一 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 做好的鱼鱼 口感紧致润滑 加上鸡脯 火腿和香菇 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 敲鱼只是温州免鱼菜谷 冰山的一角 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 鱼丸和鱼饼 也获得了新的质地 除了鱼肉 免鱼的其他部分 也被开发到了极致 鱼头煮汤 鱼镖做成焦洞 淋上酱油醋 口感清凉 温州都是这样的习惯 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路做 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 这是温州的味道 每人一定要有一点的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 如果你这个胀道太浓的话 可以把它夺为准备了 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对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你不用也可以的 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调味很自由的 说白了 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 咸酸的口感是给我们自己把握的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 松散的婚姻关系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 是记者杨昭普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 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 都是家常做法 当然少不了免鱼 免鱼骨剁框 关节处打暗刀 封筑中胶原蛋白渗出 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 瞬息它还有无穷的快感 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像这种加烧免鱼在排档里点菜里非常高 味道真好 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差不多多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免鱼的风味 但有人不一样 这是免鱼吗 杭州叫米鱼吗 米鱼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 而且长得有点像 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特别大 然后它分开来吃 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 它分好几种吃法 那用经济的学来讲 就是生加工了 就是 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 他把他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很长啊 这个卖多少钱啊 这是温州的吗 你是哪里人啊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 那也可以啊 可以啊 生意心咯 我的朋友吴小波 财经作家 在他看来 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 重新解释 老板这眼睛多少钱 三十五啊 我觉得给小青买钢 符合他身份 这个造型可以吧 对 小波的保镖了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 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 上世纪末 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 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 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在河州的时候要十三到十四个小时 火车 不是 汽车 汽车 温州是中国十四个沿海城市 唯一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 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 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 是这个小时的 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 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 年纪大一点都知道 是那个土鸡宝的 都会去吃个土鸡宝 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 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 刀带所一住 第一站就来这里 这温象非常深啊 有时候多梦还梦得见 就是那个路很窄 然后那个青石板 两边就是全部的缝纫机 然后那个灯是挂在电线上的 我们那天来的下雨 就黄昏嘛 就那个鬼影丛丛一样的 特别神秘 像武侠小说 对对对 黄昏的 温州的五马街 相当于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西 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 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温州这很时尚 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天后厂 今天很有意思 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 服装还是大品类 就是直播了以后 比如说你做服装 说卖了卖了500件 哪里500件存活 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 现在还是一样 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 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 当年就要三天出小样 十天出皮量 一月卖便全浙江 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 你那个米兰时尚 咱刚搞完以后 温州界头都是那个服装 前面后厂的模式 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 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 但小波告诉我 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这个顶都好 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 这都马上十点钟了 所有的工厂都在那身旁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顶部 八大广州的 它出口的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展厅 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天后厂 变成这样的模式 展厅加车间 魔幻 非常的当代 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 聚集了上百家协者 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好热闹 这就是咱们的生活区 你感兴趣的是这儿 我感兴趣的是这儿 我看了都是饭店 贵州香辣牛肉 水城烙锅 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 特色口水机 安徽的完美饭店 热闹的生活区 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 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 能看到师哥们的来处 他们为温州劳作 也在他乡 结出了不一样的烟火 这是我们的了吗 前面有个铺 他关一碗铺 看着好诱人 这好像应该是我 还有两碗 这个等待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 是等出来 猪脏粉 简单讲就是猪杂焦头的米粉 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 张勇说 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生意好 这个汤就浓 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 他用大蒜苗 为什么要用 它香嘛 蒜苗透了下 但是呢 北方就是葱 那个粉有讲究吗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 慢慢到四川到湖南 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 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 再演变了一下 它硬一点 你看现在汤这么久 还这么硬 是 是吧 是 它尝胖一下就OK 对对 它熟了嘛 终于等到了 不容易 这是我有史以来 吃过的最硬的米粉 但是我这也很喜欢 来到温州两碗粉 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 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 它说鱼丸面 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也是粉 也是粉 那我愿意吃 它这个大蒜真好吃 对 它就靠它的出锅这时候 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而且 它的寒流化合物还保留着 就是 对对对 让你的口腔 保持着振奋 对对对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嗯 是我喜欢的 这个绝对第一 太过瘾了 你把它过瘾了 嗯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 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 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 刚看了一个视频 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我当时想 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 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 回来做服装一样 我们做了28年 开始我是啥也不懂 那肯定是抄嘛 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 我可以学习你小星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 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明白明白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 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 包个出租车来这里买名牌 名牌服装这里多嘛 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 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 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 那时候体验过 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就是你开饭 过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从商三十年 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 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三十六行我走一个遍 但我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小青我才发现 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 这不然就变傻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爱我就啥也不做了 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 有一个作家叫刺维格 他写一个探险家 他里面有一段话叫 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 也就是在自己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找到了生活的使命 我觉得你在五十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 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 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 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餐 要不然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 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 它就是饭餐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 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 告别张勇 继续探索温州风味 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餐 就是快餐店 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 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厂 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 随着城市发展 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 但价格依然亲密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菜都很简单 来吧 好 来来来 张勇不在 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 这道牛肉炒豆芽 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应该是很淡的酒 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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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肉圆 上替蒸 它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这就是流变嘛 食物的流变嘛 虾脊蒸乙花肉 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这个甜 下饭 它是用什么呢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虾子 也是用盐 淹了放在缸里 哦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 除了放酒 还加了红曲 你需吸什么作用呢 提味嘛 增香 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 就肯定是往敏堂那边去 哦 所以你说的对的 它这里对到是对于敏中郡的 哦 敏中郡 后来慢慢玻璃除了 我觉得 哦 是怎么看 要 要 讲故事的菜 这种圆圆的根莖植物 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 其实它的学名叫吴京 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 撇兰是亲戚 温州人管吴京叫盘菜 之所以要给小伯卖个关子 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 宁夏永宁 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 因为盘菜洗冷怕热 他们在两千公里外的西北 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 这样能比温州早三个月种植 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 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 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 盘菜自带鲜味 在温州人手里 不用太费工夫就能自卫万千了 直接清蒸 口感绵密 配上咸鲜的虾脊 扣出丝丝甘甜 也可以搭配咸肉 给清鲜的盘菜 注入风鱼的汁香 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 是给盘菜两面切成缩衣刀 放进盐水 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 叫做盘菜生 像不像 手风鲜 真的很有特色 嗯 吃过没有 我肯定吃过 但我完全没注意 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 对啊 有点着头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 唐代之前 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 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就是很普通的 对对对 但是温州的不一样 它有点像日本一样 它也可能撒娇过 我没有查到过记载 质地特别细腻 因为萝卜是苦茶苦茶苦茶 它没有 只是有点 有脚头 有点梗的 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团 说你要盘菜生 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 哦 你是了解 你是了解温州的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 记不住 记不住它叫韩蜆 而且不一定爱吃 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设置 当地的人说 那个东西怎么吃 喂羊羊都不吃 哈哈哈 羊都不吃 哈哈哈 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应该就是 宁夏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温州的 它就跟水一样的 嗯 我觉得水它就是 有份它就往里面钻 嗯 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 错计种植 对它那种商业机会 它自然而然 它就会去全国找 你要找到了以后 它就定下来了 它就形成了自愿配置 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 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嗯嗯嗯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对 市场最好的杠杆 好好的一顿饭 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现在都在各地建筑城市阳台 横江 前面就入海了 嗯 横江到这就成大鸡汤了 横江 你看那是吧,城市森林啊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地看温州 变化特别大 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介绍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都执行在温州 就因为它不重要 这个城市你看这边它将近了海 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燕荡山 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 上面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没人会惦记你了 所以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那儿都没有意义 你管着它,它没饭吃,它就要早吃吃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温州的山水相隔 就像它的语言一样,它特别独立 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也很独立啊 也相对独立 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 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 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 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 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很宝贵啊 非常珍贵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两千年 唐代时得名温州 意思是温润之地 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独立室外的自然环境 不断吸引着移民 千居至此 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你好 你好 看一下要吃什么 鲜菜蒲瓜吧 鲜菜蒲瓜吗 好 文州永家一直有面食传统 麦面 类似北方的扯面 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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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瓜是在里面趴火电射 对吧 像丝瓜这些房间 它就会黑一掉 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 人要见蒲瓜仓卖面 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好嘞 蒲瓜好香啊 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 在一个麦子的造价高 成本高 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 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土豆苦瓜麦面 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 好养成一种床子去了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 需要从一朵花开始 碧游坑村的田野里 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 只有在晚上 它才会张开花瓣 所以也叫夜开花 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 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 村民用特制工具 把蒲瓜包成薄片 焦碟贴在竹梨上 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 蒲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蒲瓜结面渗出的多糖 让瓜片彼此粘连 造型像一张被单 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蒲瓜被 入水浸泡 纤维就会恢复弹性 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 蒲瓜被本身宿静 不过复卫能力极强 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 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 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 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 近千年都没有改变 回到城市 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 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 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 混沌是他们的骄傲 肉馅用竹片轻轻一抹 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 看上去非常饱满 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 不仅如此 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 挂上一勺肉末 隔水生烫 淋点黄酒增香 吃的就是这个鲜味 不过 这还不是它从前的样子 你知道它肯定会上去超轻的 对 它肯定会经过这 尤其要听一下它的声音 刚才听到了警笔 是吧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 本地姑娘大蒜 待我一直在雨中等候 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诶 程老师 你能听到声音吗 这是什么车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 还算啊 汪达咋吗 汪达 汪达咋 这淋雨 我说啊 厉害 沈老师 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滚馄饭 滚馄饭 这么多暖壶 好漂亮 所有的都住这个 对 都放这些小的抽屉里 四十两厅 温州不是大馄饨的台 还挺有名的嘛 然后我去吃 完全跟我们的不一样 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那不 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在大蒜看来 只有极其推车暖壶和深夜帮子声的馄饨 才是真正的 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而且这个腥肠肉真的蛮好吃的 是吧 而且很鲜 嗯 嗯 你这是我一级景区 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 以为你就不来了 嗯 哎呀 我在这个 哎 你稍等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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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光很迷人呢 我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 就是到了 卖不卖 嗯 卖就行 不能卖的就没办法了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 走了许多地方 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 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 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我特别想带着你 一块儿去一趟 比如说普拉多 对 本来机票买好的是吧 经费经费 希望下次 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 能够有这样的设置组 能够花钱 不那么拘束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嗯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 三年前回到温州 是这家意识餐厅的老板 来了 这就是主人 二少 你好你好你好 拜拜 先喝杯咖啡 谢谢 谢谢 谢谢二少 谢谢 好苦啊 嗯 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没有 20年上半年 当时就是 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 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 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 他说当然需要了 然后就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卖给市政府 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这就温州人本性 是吧 这个鼻子被谁都灵 反应 反应快 你觉得温州人会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温州因为它是桥乡 嗯 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 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 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 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 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 也是比较喜欢的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 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 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 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呢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 很多美食的创作者 他们就觉得 哎呀浙江 你莫菜也打出去了 泰州菜也打出去了 你航班菜出来了 在全国遍地开花 温州菜也没有一个 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这确实是这样子 和大家说的一样 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温州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 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 有影响力的菜品 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 隔水蒸制 黄酒加高蛋白食物 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步的需求 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 用盐 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 褶利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额 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 还有一道上世纪的燕锡鸭皱菜 把黄鱼肉 肥镖和脾气 用猪网油包裹 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 也给肃静的鱼肉增添枝香 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 内里松软弹牙 外皮酥脆干香 这样看 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 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体育 更重要的是 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 直到今天 他们还在尝试 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 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德鲁克就说过 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 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 第一种 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走量 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鞋匠 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鞋子 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全世界卖的最多 最广的 最广的 也是 他说其实都不是 他说真正的好鞋匠是 那个姑娘穿了一双鞋觉得很舒服 太棒了 跟你们美食差不多了 太棒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 试口者真嘛 就是 就是 我吃到的 才是最好的 光红的话 那你怎么调了吗 我什么都 从那没修 就这么拍了 就能拍出的效果 对啊 就是 就是你曝光要掌握 如果要修的话 什么叫曝光呢 你看啊 你是按那个白点吗 不是 你看我按这个 对 这个就是 当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 说文中博士 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 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 这场地的东西 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 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是的 这跟食物也一样 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 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 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吃着开心 这次来温州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兄 这真不是 真不是 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 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 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 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 他没有这个正南正北 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 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 南方人不一样 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 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 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 他说 叫头不是一块吗 我打了车我就觉得 这个特别像那个温州人 小波老师说的 欲阻则弯 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 他一直要做事情 哪怕是调头 他都认为他在继续往前走 从食物中一点一点品味中国 温州是一个烟火器特别浓的城市 从前就是 现在还是 能够看到很高档的西餐 很潮流的咖啡馆 也能看到很美味的农家乐 瑜伽乐 烟火器它大概有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了食物 我们对它有生理的冲动 我想去吃它 第二种烟火器是这个食物里带着情感 那有心人会给你带过来 会把这个东西加工好 烹饪好 放到你的面前 第三个我们现在更常说的烟火器 它的社交需求非常多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需要谈生意 我需要交朋友 我需要大家坐在一起 用食物作为出发点 来达到我们各自的共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an纠知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